在施工中的台中乌日区学田路中科污水管线工程 因为昨天出现了一个意外 结果才发现好像他们有雇用未成年的工读生 因为有一位16岁的少年掉在韩馆里头 现在怀疑这个单位有暗故同工 当然不管如何 现在相关单位都要来调查